他周旋在妻子和情人之间 半年走的时间 大概花掉了将近十万块钱 为什么原本慷慨大方的男人 会因为一个金活挂坠而掐死女友 宁静午后 老板命丧自家饭店 血腥的现场 到底是谋财还是寻仇 无可告人的关系背后 隐藏着怎样的爱恨情仇 夜半惊魂 居民睡梦中火灾涂降 火场的背后 消防人员发现了怎样的隐情 爱情之火 何以化作威胁生命的灾难之火 因为他的男朋友给他打个电话 说把他的衣服烧掉了 也是在这个起火的房间里烧掉了 处理起来比较偏激的那种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夜线节目 是张月 这期节目叫错爱 顾名思义就是爱了不该爱的人 结局都相当惨烈 应了中国那句老话了 叫贪生道 奸生杀 其实贪生道我能理解哈 但奸生杀我就不理解 就是为什么爱了不该爱的人 就一定会干不该干的事吗 比如这个小伙子外出打工的时候 跟自己的唐嫂好上了 然后就杀了自己的唐兄 可是最后他又说 其实他根本就不爱他唐嫂 然后那个唐嫂也说 其实我根本就看不上他 那他们是为什么 2015年5月4日下午 江苏省苏州市陆直派出所的 接警电话响了起来 接到报警后 民警迅速到达了案发现场 到了现场以后 我发现有一个男的 仰恶地躺在地上 周围流了好多血 我仔细看了一下 他警督面那个地方 又被刀砍过的痕迹 因为我当时也不能确定 当时有没有死亡 所以就拨打了120 120到达现场后 对伤者进行了急救 最终确定人已经死亡 警方迅速对现场进行了风控 死者脖子处 有明显的致命刀砍伤痕 案发现场也遗留了大量血迹 这个饭店里 到底发生过什么血腥的现场 死者又是谁呢 找到的那个就是报警人 经过了解是 报警人是那个被害人的妻子 被害人是那个店的老板 直到我们在那个报警人 进行那个询问的时候 嫌疑人自己也跑到派出所来 进行了投案自首 跑到派出所投案自首的 正是死者的堂弟童某玉 在安徽老家的时候 童某玉曾经跟着堂哥 在工地干过一阵子 那时候童某玉只有十几岁 而堂哥比他大了整整一轮 是村里较早出来闯荡的人 当时讲话是这样讲的 每个平方大概平方是十块钱平方 大家说给你们是九块五 我抽我抹清平方 然后花干完了以后 看我们赚钱了以后 他就花又变了 他说不行他说 蹭哪里把钱扣去 干工地风吹日晒 挣的都是辛苦钱 童某玉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的堂哥会扣下他们的工钱 他一直对堂哥 克扣工钱的事耿耿于怀 而在堂嫂黄某那里 我们却听到了 另一个版本的描述 我老公自己也干活 我也跟后面干活 我老公是那个工地的领头人 比如说我们一起干活 干你现在大工工都挺高的 两百块钱 我就比方说两百块钱一天 我老公在中间来个六块钱 童某玉和堂嫂黄某 在说起这件成年旧事时 给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 但不管怎样 这件事成了童某玉 杀死自己堂哥的一个原因 而另一个原因 则是一段不为人知的关系 事情搞成这样 我都感觉到没脸回家 死的心都有 当初我应该 不应该跟他发生这个关系 因为发生这个关系的话 想水的话就水比较好 童某玉和堂嫂黄某之间 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如果童某玉爱上了自己的堂嫂 才对堂哥痛下杀手 这似乎是符合常理的一种猜测 但事实是这样吗 跟他这一股日子 带来痛苦 不可能幸福 从哪一方面条件都不如我了 知道吧 根本就没有那个心思 童某玉说 唐嫂不是她喜欢的那种女人 唐嫂黄某说 她从未想过和童某玉会有未来 那么两个互相不爱慕 有没有打算在一起的男女之间 究竟发生过什么 他们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如此隐秘的布隆关系和堂哥的死 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童某玉的堂哥和堂嫂年龄相差15岁 2008年在两人婚礼上 童某玉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堂嫂黄某 黄某家里姐妹三个 她排行老二 母亲很早就过世了 是父亲把他们姐妹三个拉扯长大的 她说当初之所以会选择 比自己年长的男人结婚 就是想寻找一份依靠 结婚后 夫妻俩常年在外打工 后来堂弟童某玉 也和他们一起在工地上干活 童某玉和自己的堂哥堂嫂 住在同一屋檐下 时间长了 她发现自己的堂哥 喜欢喝酒 喝完酒 有时还会和堂嫂动起手 她打过一次打得很严重 打过啤酒瓶睡我 就打了那一次 结婚以来就打了那一次 我的心都睡了 打着我想拎包就走 打架的时候很疯狂 打架的时候 我说给她讲 我就是给大家 我给大家的一个脚踹 就是抓头往墙上站的时候 看到堂哥唐嫂这样 童某玉也曾想过劝劝他们 可毕竟是堂哥的家务事 童某玉也觉得自己不便插嘴 于是她就通过手机发一些短信 安慰唐嫂黄某 时间久了 这样的安慰 似乎也拉近了两人的距离 唐嫂黄某的心里 也有了一些细微的变化 我也不想玩火 知道吗 因为我喜欢看那个会议法 有好多人都玩火自焚了 知道吗 我没想到这个事 到最后会成这样 我尽量都避免了 也是只能说 我也也是上他棒了 知道吧 那我们工地上 不是那个工棚都不是很简易的吗 我在那里睡觉 跑到我旁边去了 最后一直我很后悔 然后老师 老师在我那里各有 老师各有 然后等于心理上 还是看不住一样的 然后再发展性关系 到底是谁先迈出了这一步 我们无从得知 到底是情还是性 这其中的模糊地带 也像一片沼泽 只有陷入其中的当事人 才最明白 但不管怎样 童某玉和唐嫂黄某 都越过了道德的底线 我当时做这个事 对不起我唐哥这个意思 我这个意思 这样想 我不敢怎么说对不对 不管是被他最不好的话 对不对 不可能对不对 我突然不是无味草 我这样想的 我为这事我后悔死了 我还以为老公知道了 这以后怎么过日子 我老公别相信我 放心我 特别惭愧 童某玉觉得这样纠缠下去 对谁都不好 之后又因为工钱的事 和唐哥闹翻了 他最终选择了回老家 不久 唐哥唐嫂也离开工地 去苏州开了饭店 生活似乎又恢复了平静 但是故事里的当事人 似乎没有那么好的运气 命运设置了更吊诡的情节 2015年春节 回老家过年的时候 黄某发现了丈夫的一个秘密 女人的知觉不是很准的吗 知道吧 然后 不是 我们俩在一起睡觉 她一点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就觉得不对劲 我那一天上去打草 卫生嘛 也是无意中碰到的 然后看到她那么 这样子吧 买了这么多什么性命药 她一下晃生了 在黄某的追问下 丈夫说出了 自己在外面花天酒地之后 染上性命的事实 我给她几千块钱回去办死 她一下把我几千块钱 全部花忘了 哎 我这个死 把她几千块钱 花到那个池上面去了 呀呀不 一下被我知道了 我一下来活了 知道了 话忘了 不是说回来还软了一身病 老公的背叛 让黄某不能接受 心情极度郁闷的她 喝了酒 之后 拨通了同某玉的电话 那天喝了很多酒 她大概 我问她喝了很多酒 大概她喝了半斤多酒 她拨卷的 然后两个人 刚刚开始在马路上面 很多县城里面 很多人在这的时候 我说不好意思 我说不行了 我说 开个闭馆 到房间里面 你讲过了 我说酒 酒 这么整理 是 自己把刹子 拨成 我拨 这样不行 我说 或许是酒精的作用 童某玉和唐嫂 又一次越过了 道德的边界 幸在偶逢的一瞬间 可能会释放某些 压抑在心底的痛楚 和怨恨 但是此刻 爱情不一定在场 我这样说 我说不行 我去离婚 她说 不可能 她做情人 我说 做情人 我说 我可能不行 我说这样 我想她 我好像是父母 她这样 你讲的小白脸 她说 她帮我 可能 我还是讲的 可能 我都能够记住 2015年4月 唐嫂打电话 叫童某玉来苏州 在唐哥开的饭店里 帮忙打杂 那段时间 唐哥经常数落童某玉 这让童某玉心里很不舒服 案发当天 童某玉和唐哥一起吃中饭 两人都喝了不少酒 酒过三旬 唐嫂和一个姐妹出门买东西 饭店里 只剩下了 童某玉和唐哥两个人 我哥哥吃完饭以后 他去 在那个躺椅 躺在那个厨房 那个面前 躺下来了 我酒喝完了 我饭一杯吃 就把那个碗洗 到厨房里面 就把碗洗好了 洗好之后 突然一下 不知道怎么回事 老子里面 有些幻想 一下在厨房里面 在他的厨房里面 拿把厨房 然后上去 就砍了他一套 他的计划就是说 想把他唐哥杀了以后 然后把他唐嫂带出去 两个人就是一起在外面过日子 这样的话就是 他唐嫂家的钱 他就可以自由地使用了 然后如果他唐嫂不愿意跟他走的话 他就是准备把他唐嫂拼到店里面 就是杀了人以后 然后把他唐嫂绑住 绑住以后 把那个银行卡密码逼出来 那么想把这个钱就是 拿了以后 自己就是淘里面 那么他后来就感觉 这个都没达到 就感觉失散了 就最后就是 走透过路 还是到派手来了 不应该发生这个关系 因为现在这个关系 我自己死都没死 反正我自己死了很难个臭 我自己死了很难个臭 我自己死了很 留了一个臭名 结果家里面 这人罪名的话也 也不好亲了 可见出人民官司 不是因为男女之情 是因为没分寸 没规则 没底线 放纵自己的贪婪 所以所谓的奸生杀 其实源自自私和贪欲 下面这位男士 也跟贪欲有关 是贪欲 让他非得要有外遇 还是贪欲 让他绝不让外遇 损伤我丝毫的利益 所以 2013年11月25日这天 江苏省张家港市 乐渝镇部分地区 因为线路检修而停电了 因为停电 乐渝镇的某洗浴中心 也暂时停止营业了 在这里工作的按摩女 邱某 于是决定和男友余某 一起去了附近的一家寺庙拜佛 早上起得蛮早的 我说 他们过来 我还说你怎么这么早 他们说拜佛去 他还是从我这里换的零钱 换的那个硬币 我还说我数给他们 去了烧热乡 说到大概11点半左右 就从山上面下来了 下来就到边上 下面就吃点饭 吃好饭 吃好饭就好像感觉两人挺累 爬山爬的挺累 很累的 我就说回去吧 后来就跟他回去了 据余某讲 回到了他们同居的出租屋后 两人就上床开始休息 到了下午时 邱某的电话铃 开始不断的响了起来 他电话打得不太了 他说老板娘一打 那些客人一打 我说反正今天很累 你不要去 也不在乎 就是说挣这个几百块钱 对吧 我说这两天也是 风声很紧 那但是就是 延档嘛 容易长嘛 我说你不要去 叫他睡觉 据余某讲 这时 邱某向余某提了一个要求 你帮我去买个什么礼物是吧 把那个衣服什么的都热在地上 而接下来 事情开始一步步 走向一发不可收拾的境地 他最后一个朝一又不想象了 他就说 他打到几下耳光 挺重的 你知道吧 我说那我想象 你这个女人那时候 把她脑子都打晕掉了 我又还了一手 我又把她就打到她耳光一下 那不掉了 他就好像发火了 你知道吧 他说我从小那么大 我老爸都没打过我 你还打我干嘛 就上次回来恰我了 我想象 可能你一个女人 那肯定恰破时候干嘛 就上哪里恰下来 他边恰还边说那些话 说你一个没用东西什么的 我又不是你又不是我男人 对吧 他说你有老婆的 你怎么反我那么多 我身体你又不给我去 感觉好像就是 就是讲话好像 讲得太那么离谱了嘛 还讲好多 就是他弄那些离谱的话 你知道吧 还恰到不放 我说你放不放 我说你不要把事情搞得那样 他还不放 后来我说 好呀 那我陪你一起死 我把他也 我也把他恰了 就是说 我把他一恰 他就就是顺手就倒下去了嘛 就倒在床上面 就是我这样恰那么 两三分钟 三分钟 我这个一片空白 没有想那么多事情 而等到余某缓过神来 松开手 再看邱某已经没有了呼吸 此时的余某 既没有叫救护车 也没有选择报警 而是用一床被子 盖在了邱某身上 之后逃离了案发现场 当时我很亲情很郁闷 我去回家 在家里待了一会儿后 余某再次离开家 他在外面转到了很晚 第二天早晨 余某终于鼓起勇气 将这件事告诉了家人 我说你讲 我说你讲 对不对 你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最初杀了一个人吧 我说这是事实上最大的事情 他是头这样子得的 那不是这样得的 他是这样得的 而我去死了 我说那你现在怎么办 这个人命败天 我说杀人要长命的 对不对 自首 是不是 那他也统一自首 我说赶快 进屋一看 就是他那个 发现一个女性 就是躺在那个床上 已经死了 看上去的话 时间应该 至少一天多时间了 今年38岁的余某 出生于一个农村家庭 由于母亲患有智力残疾 从小他的家庭生活 就比较窘迫 长大后 余某靠着车工的手艺 在外打工 并且娶妻生女 成长为一个家庭的顶梁柱 余某承包的是一个 只有四台机器的小加工厂 上缴了承包费之后 余某剩下的收入 与原来相比 并没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毕竟他的身份 已从打工仔变成了老板 所以余某的心态 也随之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2013年3月 余某到乐渔镇的 一家洗浴中心消费时 认识了这里的按摩女 32岁的邱某 不是 我感觉我跟她开始在一起 我感觉她很同情她的身世 认识才一两个月就结婚了 结婚以后才发现性格不合 然后就离了 我听她这样讲的 这场仓促到来 有仓促解体的婚姻 给了邱某一个年幼的女儿 为了能给女儿和自己的未来 一份有保障的生活 邱某出来做起了按摩女 邱某的不幸遭遇 引起了余某深深的同情 而邱某对待余某温柔的态度 使得她对邱某的感情 也产生了质的变化 在成了余某的情人之后 邱某依然在浴室里 从事着按摩女的工作 但是余某却并不以为意 因为她相信邱某对他们之间的感情 是很认真的 虽然说她是住这个行业的 但是她在外面从来不乱来 很快 余某在外面租了房子 和邱某同居到了一起 就余某自己讲 比如说一个月 大概自己在邱某的地方住 能住到半个月到二十天 其实不是怎么回家的 当时好像也就是迷得心一样 痴心的一样 对她反正就是说 一天就看不见到 就好像有点 有思路的感觉 比如说每天要看到她一样 你知道吗 她也是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追逐情网的余某和邱某 并没有将两人的关系刻意隐瞒 很快他们交往的事情 就被余某的家人知晓了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都有一副一切 对不对 你一个人弄两个老婆 这个国家也不允许的吧 对不对 我对她我妈也骂 妈他们以后 她也反正不听你 她到晚她白天上班 她走到到晚上回来了 她和自己的老婆 在看那些爹子 她到七点钟 他们都说走了 她老婆也骂 她为什么 你来撤起来以后 你不要回来了 温柔的情人 新鲜刺激的生活 使得余某忘记了自己 对家庭的责任 而对邱某来讲 余某成了她在异乡的依靠 而这种依靠 既是情感上的 也是经济上的 据我们了解下来之后 他们两个 那么后来去 余某自己讲 那么他们两个 应该是2013年的 三月份认识的 三月份认识 到案发11月份 大概半年走的时间 大概花掉了 将近十万块钱 他那老是逼我 说你跟你老婆离婚 就是说 就是说你老婆 要提什么要求 你就答应他 其实我老婆他也是人 就是说 因为我老婆了解我 他说你又没什么钱 他会看上面什么东西 对吧 年龄又比他大一点 你又不是什么老板 你又没什么干嘛的 最多就是当时 就是好像一时鬼母亲 就要跟他玩玩玩玩 对吧 最多到一天时 你肯定还会 其实我老婆 也肯定会那么想 2013年国庆节 秋某将余某 带回自己的湖南老家 向父母介绍说 这是自己的男友 两人打算结婚 而此时 表面顺从的余某 在内心中 依然没有与妻子离婚的打算 我也舍不得我老婆 我也舍不得他 就是感觉 你知道吧 就好像有点 很扭曲了一点 感觉心上 我进来的 我老是每天想的 就是我女儿 你知道吧 我想的就是我女儿 就好像 我想对不起 太对不起 还有我老婆老妈 我老爸就是身体不好 他经常 我那天跟他说了 他活成发抖 他接受不了这个打击 后来我就劝他 我就跟他说了好多话 你知道吧 我安慰他一下 我说你等于 你等于没有我这个儿子 你知道吧 我就跟他说了 我现在称的是什么 我现在称的是无保护了 没有知恋的人了 余某出事以后 他的妻子已经带着女儿 离开了家 现在他的家中 就剩下年迈的父亲 和母亲两个人了 其实下面这对小情侣 还真是挺相爱的 就是脾气不好 动不动就吵架 一吵架就杀人放火 不对 准确的说 他们不杀人 只放火 2016年3月6日 租住在江苏省无锡市的 一幢大厦内的小伙子 小蒙 被一股刺激的气味唤醒了 此时正至凌晨4点 意识模糊的他 并没有意识到 危险正朝他袭来 把门打开 而且客厅里面全是烟 然后我就意识到失火了 当初就是整个一个楼层啊 整个大楼楼层都是煤焦烟味 房子熏得雾黑的 那个楼层里面都是水啊 就是我进去的时候 我自己脚的鞋子里面都是进水了 就是这个情况 不止小蒙 突如其来的火情 也进行了周围的其他住户 众人在逃离火场的同时 迅速地报了警 消防人员初步判定 现场有人为纵火的痕迹 事关重大 消防队员立刻通知了当地派出所 并将案件移交给了赶来的民警 他的邻居呢 就是反映这个室友 就反映他 这个女孩子搬过来 住的时候实际上是2月份 刚过来和这个事发的时间 没有间隔没有多长时间 民警们经过调查得知 住在这间屋子里的 是一个名叫小娜的年轻女性 案发当时 小娜本人就身在这栋大厦中 所以民警很快就找到了她 难道小娜和谁结了仇 才导致自己的房间里被人放火的吗 那个放火的人究竟是谁呢 因为她的男朋友给她打过电话 说把她的衣服烧掉了 也是在这个起火的这个房间里烧掉了 所以说这个女孩子就向我们民警指控 这个她的男朋友放火 案情的进展出乎意料的迅速 小娜面对民警的询问 当即就说出了一个具有重大嫌疑的人 那就是她的男朋友陈某 而更加令我们意外的是 陈某自己也身在火场附近 可能当时喝完酒呢 可能做点糊涂事情 但是清醒了 稍微清醒了以后 也回来看了一下 然后后面就被这个民警控制住了 据民警介绍 因为和女友小娜的感情问题 醉酒的陈某在6号这天的凌晨 来到了小娜的住处 为情所困 加上饮酒过量 不知道是为了泄愤 还是出于沮丧 陈某居然翻出了小娜的一件衣服 烧了起来 原来当天的小娜处于工作关系 一直到凌晨5点才下班 此时的小娜正因为二人的感情问题而生气 所以没有应答陈某的电话 这才惹恼了陈某 但小娜告诉我们 平时的陈某并不是这样极端的一个人 他们两人之间的感情还是相当好的 其实我知道他对我们肯定不会 就是他不是故意去那个了 因为都在喝酒的情况下才做出这种事情 得骚东西了 因为脾气来了 喝酒喝多了 仅仅是为了催自己的女友回家 最久的陈某就点燃了小娜的衣服 这看起来依旧有些不可理解 我们不禁要问 这个陈某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陈某的母亲告诉我们 陈某从小对父母的依赖程度就不大 一直都很懂事 在这个条件非常一般的家庭里 陈某健康成长 陈某的父亲的身体状况不佳 只能应付正常的工作 有一份微薄的收入 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都是靠母亲一人维持 从采访中我们不难看出 陈某的母亲为人和善 性格朴实 对于儿子的女朋友小娜 陈某的母亲并没有太多评论 为了进一步了解陈某我们来到了看守所 不喜欢待在父母身边 一直都在外面跑 因为这时候心里话 就真吃了不少苦 但很多人就看我们独生子 不能吃苦 什么都不会做 因为我不是的 总觉得自己能在外面闯出一番天地 去了南京 苏州 长州 好多城市都待过 南通也去了 年轻的陈某看上去本分老实 并不像是一个犯罪嫌疑人 陈某自幼就没有被父母严加管束 一切行为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进行 这样的他比同龄人更早地步入了社会 几年漂泊的打工生活 并没有让陈某在外地生根发芽 在2015年 他回到了无锡 每个月在床里面八小时工作 也能拿到三四千块钱一个月 周六周六双秀 然后后来就偶然去酒吧玩 认识了我这个女朋友 后来就是导致我不想不好上班 上不了班的一个原因就是 经常我会去看她 然后就等她下班 一下三四点 我第二天八点钟上班 七点半左右起床 然后七点半去等车 太累了 受不了 陈某对小娜一往情深 也许是性格使然 为了能够更好地陪伴女友 陈某辞掉了在工厂的稳定工作 加上这时 女友对自己的无业状态颇有微词 此时的陈某一门心思地想寻找一个能和小娜的时间 完全合拍的工作 然后就到了大度会商务KTV 销售嘛 我妈是坚决不同意 我妈是一直是很不同意很不同意 因为进这个厂子的时候 因为毕竟是通过我唐姐 我爸爸哥哥家的 我大伯家 介绍的 毕竟是中国别人介绍 而且做得好好的 莫名其妙说不做就不做 和女友的生活节奏终于一致 已经为爱情做出牺牲的陈某 对于小娜更加上心 生活中一点一滴的付出 不只是陈某自己的改变 更是她获得幸福感的源泉 我这个人我独生子 我衣服从来自己都不洗 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她有时候忙嘛 回来就喝了酒 接着把她的衣服做饭 每天都是我帮她弄好 她要吃什么跟我讲 我每天提前饿 她晚上七点钟上班 七点钟起床 我接着七点钟开始做饭 做好饭 她衣服我帮她洗 感觉做得挺好的 程某从自己的付出中 得到了爱情的滋养 幸福和快乐也在她的心头蔓延 然而好景不长 过了一段时间后 她和小娜之间的感情 终于出现了一丝裂系 也许是因为之前 种种不愉快的堆积 程某居然动手打了小娜 其一脑加上酒精的碎化 居然让程某将小娜的鼻子打骨折了 伤害已经成为事实 程某后悔不迭 小娜则是伤心不已 两人间的冷战就此开启 而这也成为3月6号 程某纵火的导火索 当时已经凌晨4点半 我以为她早就回来了 理论上来说 从她那边到家的话 大概也就4点20左右到家 我4点半到家 我以为她已经在家了 反正我没在家 打电话不接 打电话不接 一直挂我电话 由于鼻子骨折的气脑和伤心 小娜一直没有接程某的电话 独自坐在小娜的住处 最久的程某 在各种负面情绪的催促下 有了一种将要失去 小娜的痛心和伤感 她很快就将理智抛至脑后 为了能尽快地见到小娜 她鬼使神差地点燃了小娜的衣服 随后扔在地上出了门 一把火烧掉的不只是小娜房间的摆设 同样也烧掉了承某的理智和自由 对感情的期盼 并没有让他们和好如初 反而因为一场火 渐行渐远 面对铁窗 程某终于意识到 自己做了一件多么危险的事 除了后悔 她更需要反思和审视自己 对于和小娜之间的感情 此刻的程某 也显得无比的无奈 就是她上一次在之前住住的地方 把这个火势是控制在自己没有离开 自己控制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这个是不是构成犯罪行为的 但是这一次她是将这个衣服点燃 扔在这个房间中央之后 她是人是离开的 而且她也意识到 这个她离开的时候 房里还是有人居住的 她也意识 她的本意不是去烧这个房间 但是她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放火罪 这个男孩子对爱情倒是挺专一的 可是他有用放火来表达自己情绪的习惯 这是个非常严重的心理问题 有病就得治 如果不治就有可能再犯 总之 无论你身处怎样的恋情中 或身处怎样的激情中 都应该尽量保持理智 因为有些错不能犯 犯了没法改 感谢您的感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